。 就我看得到东西。 。 中文字幕提供替词 significa 你听这英语 这就是我们学的英语 你听听都怪 你听得懂吗 我以前也经常给老师教导前人对话 那时候很得意 黄芳争脱农民子弟身份的故事 在家乡这个有五万人的地方家传户晓 老师以他为荣 学生也以他为榜样 这一天他被邀请到无校 鼓励快要考大学的高中生 我劝你们还是尽量考个好大学吧 你们现在可能觉得不出来有什么好处 只要你走出这一步 走出这个农场机会是很多的 你如果走不出去这一步 你们会后悔的 理由享受那么多东西 但是现在新社会其实是公平的 就是你奋斗了会有成果 以前可能你奋斗了都不给你机会的 现在是有成果的 只要你好好努力 你就会见到自己的成果 我现在想用这个外面的世界 来诱惑你们是诱惑不到的 因为你们想象不到 就像以前有人诱惑我 我也想象不到一样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跟我当时高考之前一样 从来没坐过火车 从来没有去过远的地方 但是只要你走出去了 就会好起来的 就走出去之后 刚一开始也会有很多艰难的东西 你到城市里什么都不习惯 什么都没见过 别人说着你听不懂的话 然后问着你没见过的东西 你会觉得自己像傻子一样在城市里 但是我们的修策能力是很强的 老师让我跟他们讲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希望 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 把我所有经历过的事情 我的感受都告诉他们 这真的是毫无保留的 这些和我一样的农场的小孩 我非常的希望 就好像练武功发功一样 恨不得在他们后背上拍上一张 把我所有的功夫都传给他们 但是我做不到 做不到是因为他在城市里的生活 并不是农村里的同乡 甚至他家人想象中那么好受的 我上楼梯很笨的 走楼梯的感觉挺好的 有一点点吃力 就像我现在的生活 挺费力 而且要小心翼翼的找平衡 我真的很笨的 上楼梯我摔过好几次 摔得还蛮重的 就是我恐惧楼梯 但是又要爬 对啊 其实爬楼梯感觉挺好的 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 可能等以后我工作也出名了 也有钱了 工作都好了 可能就喜欢每天坐的电梯 搜一下就上去了 难得再去爬那个鬼楼梯 踏出社会之后 遇到生活和工作压力 他才知道 走出农村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这一天 他趁着在上海出差 就回到母校复旦大学 找一位老师 讲到目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 百感交集 李良荣教授执教了几十年 在复旦大学这一所中国名牌学府 遇过很多知青的子女 这批学生一般都是家长的话 他经过多年的磨难以后 他把他们家庭 兴旺的一些基础 家庭崛起 或者家庭重新振兴的一些希望 基本上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就是说 或者的话 他的父亲母亲 由于书没有倒好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就下放下去了 因为这些父亲母亲 他们本来的大城市 他们一梦心事也是想考大学的 但是由于的话 你文化大革命 或者其他原因的话 他们的话 你就没有再继续生造的机会了 这么就是说 这个父亲母亲 就把他们的一种自己读大学 或者成就一番师爷的这种梦想 或者他们的一种期望 通通都放到他的孩子身上 在北京 黄芳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里面 终日不见阳光 他说 见不到阳光的日子 令到城市的生活更加沉重 没有窗口 抒发生活的压力 就只能靠写日记 看 这是我大学的日记本 写得满满的 这一本是刚上大学 这一本里头都是诉苦一样的 很痛苦的那种画 现在很少写了 现在 其实现在经历的事情 比在大学里多多了 反倒不想写了 很累是一方面 有时候也难得去想 不想了 好像就没发生过 鸵鸟政策 这一本是最不快乐的回忆 很多时候就像做噩梦似的 很不痛快 这一本就好一点了 在大城市读书和生活 面对很多机会 也有很多诱惑 有一次 一间香港公司到大学招聘实习生 他就领会到 城市人争取机会要付出的代价 为了去一个殖民文化繁荣的地方 我们这群国内的大学生勾心斗角 我感到一丝悲哀 昨晚在经贸凯越吃饭时 看到同伴们尽相讨好的表现 而黄先生一行 黄浮黑发 却只能用英文来清楚表达自己思想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有些贱 昔日的蛮荒之地 因为钱和一些繁华 引得曾经自诩清高的我们 放下架子去逢营和谄媚 这是生存的无奈 还是贪欲在作怪呢 我的家乡 从自私的角度来说 我希望我的家乡永远这么落后 在我心里是一方净土 我从城市回来之后 这里的人很淳朴 但是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们不应该一辈子 见不到很多现代化的东西 这是不公平的 也许以后现代化的城市 那个麦当劳啊什么的 那些东西都到我家乡来了 这里的人们也变得跟城市里的人 一样烦躁 一样压力大 也许那是不好的 但是起码现在看来 他们愿意那样 这是一个围城啊 落后地区的人向往城市 城市的人向往乡村 我也没办法解决 我是个小人 我只能告诉他们 还是走出去 我走了不会回来了 而且我的后代 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走出去 我们后代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族 在这里的历史就终结了 从死至到城市里去了 从我这一代开始 我们这家族的历史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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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十千 看看 能坐下吧我们俩 你跟着 一二十千 行吧 我这鎖上门 能坐下我们就坐 不能坐下我们就坐 这箱子搁到货币箱的吧 走走走 还有箱子 嗯嗯嗯嗯嗯 招拿着包式的 招开给小虹打电话了 不用了 他拿着 一六十分哈 小虹啊 上车呢 上车 还有谁呢 可以上车吗 上车上车 咱俩坐后边跟空电话 坐前面吧 你坐前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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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去啊 你去啊 我我能坐下我就去 那坐前面吧 坐吧 嗯 我坐前面啊 你坐后边吧 你还没叫我呢 前面高五点二十的路口 都带走 abi 多分 微焦 足月 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